上一次的選舉 其實川普就贏在搖擺州而已 這是正常的 民主黨的當然就是希拉蕊 共和黨的當然是川普 但是因為這三個搖擺州 所以讓川普 明明總票數是輸的 但結果他卻是贏了選舉 這是很特殊的選制 來我們來看2018年 我們用這幾個搖擺州 美國中部這幾個搖擺州 我們來看一下 在2016年 亞利桑那州 希拉蕊四七 川普五十二 領先 俄亥俄州 領先 威斯康辛州 領先 德州 領先 在2016年的選舉 川普在搖擺州裡面 是選舉的結果 是完全領先的 全面領先的 但現在距離投票 也大概就剩三個月 四個月 差不多剩四個月 我們來看一下拜登 民主黨跟川普共和黨 現在的拉鋸 現在的差距 在亞利桑那州 領先 在俄亥俄州 拜登領先 在威斯康辛州 拜登領先 而且這一次領先九個百分點 然後只有在德州 川普小福領先一個百分點 你看懂了嗎 當年支持川普的搖擺州選民 現在覺得川普有點怪 兩個一樣老 那個還更無聊 但那個可能比較穩 比較穩一點 所以好像有點 有點倒過去了 好像有點倒過去了 那這裡也告訴你了 川普輸掉的五種可能 這太多了 你自己看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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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自己看 所以從搖擺州 來分析美國的選情 美國人看懂了一些什麼 台灣人很顯然好像還沒看懂 我們先請老師 因為上一次的選舉 很多的政治的學者 或者分析家都落馬了 這個最主要的是因為 以往根據的這些數字 尤其是民調的數字 當時他們把焦點 絕大部分都放在 這個總體的總人數的結構裡面 當然他們也有注意到 這個傳統的票區跟搖擺的票區 可是他們大部分還是習慣性去看 總得票數的問題 所以當時預估 就是說希拉蕊應該會勝選 川普應該會敗選 當初的一個估算是這樣來的 結果就馬是前提 那麼結果川普當選 川普當選以後 這個時候你看我們在今年 今年這些政治學者的評估 已經調整了 也就是說還是會看總體的票數 也會看藍跟紅 他們彼此之間的 這個傳統的票區 他們的民調的一個變化 但是他們更看重那些 勢均立體的 我們把它稱之為搖擺州 的這一些的變化 也就是說根據他們過去的歷史 這些勢均立體的 也就是這些搖擺州 他們失而左 失而右 其實美國沒有左派了 就是失而紅 失而藍 這樣的一個不斷的搖擺的 一個過程裡面 他們發現就是說在上一次 或者是傳統上略為佔優勢的 是屬於共和黨的 在這一次中都產生了變化了 這個也就是讓川普 他非常的焦慮的原因 也就是說川普他一直把力量 就用在這些搖擺州上面 已經花了幾百萬的廣告費 已經都炸下去了 也就是說他一定要把這一些 傳統上共和黨略佔優勢的 把他穩住 但是目前的情況 是他一直居於劣勢 也就是說目前來講 民主黨已經趕上了 而且追過了這個共和黨的川普 這個對川普來講 壓力就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們估計 川普在這幾個月的活動裡面 他會更多的 會把他用在這些搖擺州的 選民的影響上 不過以目前到現在來講 一般估計 他必須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疫情的問題 如果他疫情一直沒辦法控制好 對於川普來講 情況就非常不妙 第二個就是經濟 經濟如果不直線的反升的話 這個對川普的情況也非常不好 第三個就是期待 期待什麼 期待拜登再吐槌多一點 因為拜登有的時候 語言上可能有點 他應該期待自己吐槌少一點吧 沒有 但是因為川普的優點在這裡 川普的吐槌不算吐槌 對 不是 因為川普的吐槌 他的選民不會搖動 對 就是我說不算吐槌 對 也就是說我支持 假設我是共和黨對不對 因為美國的共和黨支持川普的 絕大部分是兩端 就整個社會的兩端 一個是很高端的 很高端的就是這些資本家 或者說這些軍工複合體這些高端 另外一個廣大的群眾 就是高中以下的學歷的白人 高中以下學歷的這些白人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這樣也不太好 就是知識跟判斷力 有點需要再加強 然後那個 川普的支持者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這種 就是白人比較多 然後下層的比較多 不能講下層 地層的人比較多 就是做一些比較基礎工作的人 對 例如說在田裡面工作 或者是序幕 架這種拖拉機的 就比較付出勞力的人 但是以白人來說 對 以白人 這些人不管你川普 再怎麼做奇奇怪怪的事 他的支持度都在八成左右 很奇怪 其實剛剛我們在講那個紅脖子 Redneck 其實這個詞在美國一百多年了 這個第一次出現是在1893年 因為美國南方務農的白人 他們其實辛苦工作 所以都是彎腰務農 你看我彎腰務農的時候 我的脖子曬太陽 曬久之後脖子就紅紅了 後面這裡就紅紅了 對 所以紅脖子就是這樣子 因為紅脖會黑 對 台灣可能就要黑脖子 因為脖子太黑了 白人曬久也會黑 只是說他畢竟是白人 但那一塊紅紅的 就特別 所以紅脖子 所以這個詞在美國 至少經過了四次以上的 意思的流轉 所以剛剛我們在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大家 我們沒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但是在美國 他的民間社會 對這個紅脖子 Redneck 他其實是有不同意思的 1893年一百多年前的時候 他就是簡單的一個描述 美國南方的白人的農人 他們的名詞 這些人因為他們務農 而且他們剛剛的生活方式 到了近年來 我再補充剛剛佑正講的 他們喜歡開皮卡 因為他們務農 他們的車上隨時架著槍 人人有槍 別槍插來中間 你不要來我的農莊 這是我的範圍 然後他們 剛剛也不是說完全不住人 他們其實是會幫助 跟他們志同道的人 他們信基督教 他們有種族歧視 他們對於黑色人種比較不友善 譬如說如果別人有什麼 他的車上隨時都可以拿出鏈子 幫你拖車幹嘛的 在他們的社會跟組織以及 他們的朋友圈當中 他們是非常團結的 這個名詞在過去二 三十年來 已經慢慢變成 貶抑對不對 對 就有一點就是 這些人思想非常的頑固 老舊保守 對 大老初 然後歧視有色人種 可是他又是支持小布希 支持川普的 所以當這幾個地方 他居然連紅脖子 對川普的這個都下降的時候 那個已經是直接 本陣都已經被攻進去了 不是前軍正在想他而已 韓國瑜的韓本事情下降的意思 兩軍前鋒在對戰 不是 我們的那個 帥姨已經被攻入了 他已經是本命區 簡單講 本命區 以台灣用語來講的話 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其實最後票數開出來就知道了 因為這些人他比較固執 所以他對於有色人種 又不是那麼的友善 所以當川普講的一些 可能我們覺得不太適合的話的時候 講歧視的話的時候 就都好而已 因為他沒這樣想的 所以對於川普的支持 是狂熱 堅持且不移的 但不移歸不移 生活困境 壓得你必須移 對 現在 現在就是這樣 不是跟我講都是誰害的嗎 不是come through嗎 不是說怎麼樣嗎 結果我們也開始嚴重了 因為最近幾個 紅脖子跟支持川普的這些 農業大洲都已經開始出現 嚴重疫情 受影響 他們的農作產品是他們的收入 主要來源 雖然他們賺的不是很多 可是也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全球往來多少 沒有賣 賣 沒有收入了 然後再加上就是 川普現在看起來 其實並沒有辦法解決 他們眼前的困境 所以那種喜好也會慢慢的降低 佛洛伊德事件之後 不是引發了很多的抗爭嗎 連白宮附近都出現了 遊行的民眾 川普不是馬上躲到下面的 安全室裡面有沒有 當時就有人講說 川普才不怕 有川普的支持者在推特他們寫 川普只要高呼一聲 立刻就有800個紅鬍子會 紅脖子在護駕 紅脖子就會過來 直接互助白宮 所以意思是說 紅脖子其實就是川普 親衛隊的那種概念 最支持川普的美國白人 但現在白人也開始鬆動了 川普年底的連任 可能會有麻煩 這個紅脖子很有趣 這都是美國人自己說的 他幾個特徵 我剛剛講 我也講一些 還有幾個特徵是老婆一定比老公胖 有沒有 電影裡面都是這樣 老公可能瘦瘦的有沒有 瘦瘦的 然後老婆很胖 一個中年胖胖的婦人這樣 還有一個是 他們喜歡用馬桶蓋來當項圈 你有看過嗎 有 一定有 在廁所裡面 馬桶上面 就是馬桶就在這樣 背後有個牆對不對 他們就用一個圓圓的馬桶蓋 黏在牆壁上面 然後動一點假花假草 中間放照片 有沒有 一定有 你常看美國的影集 或是常看美國的電影 你一定看過 非常非常的精準 然後還有一個是 他們半夜起來上廁所 要穿衣服穿鞋子 還要戴手電筒 因為他們的農場都很大 然後家裡都很老舊 一個不小心會迷路或是摔倒 這都是美國人自己講的 這是他們對紅脖子的 描述一些特徵 紅脖子我們放在台灣 就相對 就像是蔡總統的青年軍 韓國瑜的韓粉 大概是這個概念 所以一旦蔡總統的 狂熱青年軍支持者 或是韓國瑜的韓粉 出現鬆動 你說是不是警訊 當然是 來 四剛 我再補充一句 就是剛才那個 除了剛才我還講 你這邊有準備是不是 對 我們以地區來說 比如說美國南方的德州 德州就是一個 就是典型紅脖子 比較多的地方 像皮卡 台灣皮卡比較少 所以我是不是說 德州電軍殺人狂 我剛剛是不是有說 我們看這個支持度 然後洪波子 這個區域 德州來說算是很典型的區域 美國南方務農很多 但是德州這一次 這疫情也很嚴重 疫情嚴重 不管是德州的一些大城市 不管它比較郊區的地方 疫情都很嚴重 所以你看 他在德州的支持度 只差一趴 而且其實是有趣的 因為你看 這個民主黨其實沒有多 但是川普掉 他掉了很多 這些人他也許不會去 支持民主黨的人 但我可能不支持川普了 我不出來投票了 我不表態了 德州長期就是 共和黨的天下了 對 就是說台灣的民進黨 置於台南這種概念 差不多 就長期的 就是留綠色的血那種 長期都是共和黨 我記得他上一次 但是德州的這群人員票 好像是米娜拿去 大概已經30多年前的事情 那是卡特那個前後的事情 所以經過這麼段 很久了 對 很久了 這麼一段期間 看起來這個地區 長期都是共和黨的區域 小布希家族 也是出生是德州 OK 然後老布希也是在德州 OK 所以以這個來看 德州的這個支持度 就是看出川普的大後方 大北移已經失火了